黄珊珊的 在男性竞争的环境里面 尤其是像当里长这么幸福的工作 其实年轻很深 是很吃力的 边致辞边拍拍一旁里长的肩膀 拍照时两人更是贴紧紧 黄珊珊出席 无党级里长陈寅竹进总成立 被解读积极抢攻中间选票 因为日前蒋万安才跟陈寅竹合体勘哉 蓝绿白正将民调缠斗 争取中间选民是胜选关键 但也让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忍不住再开马 毕竟黄珊珊当初以无党级参选 目的就是将选票极大化 传出黄珊珊团队接到支持者电话 希望他拒绝跟清明党主席 宋楚于同台 避免流失中间选票 这些都是空缺来风 不需要这样子故意做政治操作 一天到晚讲别人 先看看自己为什么丢掉人民的信任 不过从黄珊珊参选至今 宋楚于停不停他 始终没说出口 清明党籍的北市前副市长邓家基 更公开力挺蒋万安 让黄珊珊能否稳固清明党票源 打上大吻号 那未来会找宋主席来站台吗 将来的事情大家拭目以待 我也太正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不禁痛苦失声 大家认为黄珊珊很投机 你怎么看 主席不愿意回应黄珊珊吗 大谈日前坠楼的黄逸娇 但听到黄珊珊 头也不回地直接上车 宋楚于的冷淡 似乎也代表白局关系难题未解 黄珊珊口中的两人合体 拭目以待 能否成真备受外界关注 现在请见到最海中 NC就做不到